北台南家府中心自民国七十八年开始接受政府的委託 伴侣教育的业务已经32年 最近五年来这些交捕到15号的教育家庭 所以因为种种的原因来立开 今天他特别接开既家会 来享用社会各界的家庭 这几年就是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 我们好不容易招募到15号机长家庭 但是因为借零退休或个人医术流失的家庭 大概有27户 那这也是我们从58户一下子降到43户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假如你的家庭是愿意来参与的 那只要你年满25岁到60岁中间 然后家庭经济小康 然后家里有可以给孩子住的空间 然后夫妻里面国中以上的水利 就可以来担任我们的季养家庭 会中邀请到柜林退休的任何家庭 也有中心台跟新家里的家庭 他就骑下车接下来的方式 来充选没人接下来的状况 北断任何教育家庭的 北台南家庭的主委郑淑秋秋就说 虽然照顾的过程真不简单 但是看到孩子住了 也会记得他们的好 他就感觉很充足 其实这样的家庭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应该是说是全家人的事情 一起投入那个事情 给这个受孽儿或者其他的单亲老师 给他满满的爱 让他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以后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负担 我这是这样的家庭很大的责任 没人家庭家庭跟需要安定的议董 比起来 所良真的不够 北台南家庭好友大家 应由打开家庭来帮助这些孩子 有幸福那些是有情合问题的面证 都欢迎卡电位去北家庭顺问 信仰路上 请求资源 南天新闻王爷第一生 财宏博都 请不吝点资源